这个系列的视频主要是为您介绍一下 如何选择中国的社交媒体来推广归公司的产品和服务 中国的社交媒体比较多 下面我先罗列一下 像是微博、知乎、今日头条、西瓜视频、抖音、微信公众号 北加号、百度百科、Bilibili也就是B站 收服号、大鱼号、企鹅号 如果说完的话至少也得要12个小视频 那么都有哪些类型的人在使用中国社交媒体呢 我把它归纳成三种类型的人 第一种是网红和UP主 他们通过自媒体、社交媒体的创作 来积累一定的粉丝量和流量 以达到将来的一个收视率和自己的收益 而第二种是属于广告公司 营销公司、品牌的代理机构 那么他们是想积累一定的粉丝和包括一些相思粉 那么为将来的品牌代理广告 做好业务的前期的一个准备 而第三种是属于公司或者是个体经营者 他拥有自己的产品或者是在销售某一个品牌产品 或者是一个服务 那么他通过社交媒体账号来积累一定的粉丝和流量 为将来的具体的产品和服务的销售做好准备工作 那我的这个系列的视频主要是针对第三类的听众 也就是说如果说你要想销售自己的产品和服务 应该短频快最有效的选择哪一个中国的社交媒体最有效呢 希望这个视频能够给你一定的帮助 现在市面上说中国社交媒体的讲座培训 包括一些收费的培训都比较多 我还是建议你耐着性的把我的这个小视频看完 能够把复杂的事情说的简单 那是一种水平 能够把简单的事情说的复杂 那就是忽悠了 为什么我要说这样一个中国社交媒体和你的贵公司的产品和服务 如何进行一个匹配和选择的呢 因为我是专业从事搜索引擎优化 网站设计和网站制作的专业人员 我过去呢在19年以前的话在国外 专门是做一些国际的公司 看一些国外的社交媒体是如何进行推网和优化的 那么19年回到上海以后的话呢 我就亲身经历去自己从事中国社交媒体的优化 那么从微博 大于号搜索号抖音等等我全部呢都使用了这些平台 那么我使用了12家平台之后呢 亲自做了一个比较 虽然说我不是一个知名度很高的网红 或者是一个大咖 但是呢我是具体做如何把贵公司的产品 品牌的产品和服务来通过社交媒体来进行推广的这样一个工作 我不是一个up主 就是严格意义上说我不是up主 因为那种知名度很高的一些up主的话呢 它是要获得流量和观看量 然后呢从观看和播放量上能够获得收益 我不是靠着那种收益 应该说呢我和中国的品牌的产品和公司和你们呢应该是一样的 就是说呢我是认真的看待自己的粉丝的 因为我不在乎僵尸粉 那对我来说毫无意义 我想如果您继续来看完我的视频的话 你和我的观点应该是一样的 僵尸粉对你来说是毫无意义的 因为你不是帮助别人来去推广产品 因为呢你是希望通过贵公司的产品的销售和服务的销售 来最终呢能够拿到转化的 所以这个视频呢对你来说确实是很重要的 我主要是通过以下五个方面要点来分析 如何选择中国的社交媒体 中国社交媒体有12家之多 那么怎样能够选择一个性价比高 并且很值得你的时间和精力的付出呢 我觉得第一就是中国社交媒体这个平台 它的产品的设计和定位 与你的市场的定位和产品是否有一个切合度 第二个呢就是要看看这家社交媒体它的宽容度 它能够允许你多大范围内来宣传你的产品的品牌和你的服务的项目 第三个要点呢就是看一下这家社交媒体平台 它的对于用户使用的限制 是否你和这个平台产生了竞争关系 第四个呢就是分析一下这家社交媒体平台 它的流量以及将来的转化率会怎么样 而第五条的话呢就是再分析一下这家社交媒体的付费的广告 是否值得你花钱去在这个平台上做广告 或许一些up主自媒体的创作者 对于我的这个视频的立足点 有不同的看法 但是不管怎么样 我没有把中国的自媒体平台 看着是一个收益的收入的一个来源 主要的原因呢是中国自媒体平台啊 没有一个规则 它是靠天吃饭的 既然没有规则的话呢 那就是不按照规矩来出牌 所以呢你投资到这样的一个自媒体平台 来靠将来的一个收益 恐怕会让您大多少人会失望的 这和国际上面的YouTube也就是油管 它的一个商业模式和运营的一种方式是截然不同的 我觉得呢中国的社交媒体平台 是可以用来它作为一个资深的品牌和产品的一种推广 积累粉丝和获得流量的一种方式 但是呢要把这样一个平台打造成一个up主的一个收益的一个渠道 这个我刚才都已经说了是靠天吃饭的 没有规矩 也不是有一个出牌的一个规则 所以呢还是尽早做一个选择的比较好 或者说呢您继续做up主我也继续在继续在做自己的自媒体的视频和内容的创作 但是我的着重点和着眼点是不一样的 这也是我这个视频它所介绍的目的所在吧 如果您是亲身做过up主的 你应该能够知道我这个短短的一两分钟的话里面 包含的是什么意思 我不能够说的太直白 会得罪很多人的 感谢观看